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还讲两会,两会内望,解构十四五规划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因为规划很长 然后这个我们要讲内容的话实在是很多 所以这个任务很困难 但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还是认为应该 向大家报告,所以我今天试着用一个 相对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容易理解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讲两会,两会进入 第三天 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是分组讨论 昨天是3月5号是这个 人大开幕,人大开幕主要是两个议程,一个议程就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另外一个议程就是公布十四五规划 那么今天的分组讨论是这样,先说习近平,习近平3月6号 下午去政协 政协参加这个 医药卫生界和教育界合在一起 叫联组会 理论上来说 医药界是个小组,政协是分界别 人大是分地域 人大呢,人大是一个一个代表团,比如说广东省代表团 广西代表团 山东代表团是一个地区 政协是分界别,一个界别比如说这个 医药卫生界,他就是一个组 然后这个教育界是一个组 那么比如说这个经济,有些组比较大,经济分两个组,经济一组,经济二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界别,所以它是 一个是横切,一个是竖切 那么就 习近平就参加这个医药卫生界和教育界合在一起,叫联组会 为什么要联组会,因为习近平要来 习近平要来,这两个组合并在一起 习近平就一起去看大家 他实际上是看望这个政协委员 那么谁也去了呢,这个当然汪洋得陪着,因为汪洋是政协主席 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就讲了一番话 那么其中有一句话 比较有意思,这个 他说要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这是医药卫生跟教育界 加快解决一批药品 医疗细节 医用设备 疫苗领域 等领域卡脖子问题 那么 他一提到卡脖子问题 就说明什么 说明问题没解决 那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疫苗还是没搞定 所以是卡脖子问题 当然中国有很多卡脖子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医疗系列 医疗系列我就比较了解一点 因为我父母就是做这个行业 中国的医疗系列已经完全的 完全都被甩在全世界的后面 这是一个,就是习近平 3月6号下午去看这个政协委员 然后3月5号呢 就是 李克强是做完政府工作报告,马上 各个代表团进入这个分组讨论 金融分组讨论之后就是政治局常委 然后其实是政治局委员 全部都到各个代表团 去参加分组讨论 那么习近平去的是内蒙 他本身就是内蒙代表团 其实呢 政治局常委 去各个代表,就是他本身是要在某一个代表团 那么这些人在某些代表团,这政治局常委在分布在各个代表团是有讲究的 讲究,我今天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再来讲 习近平是内蒙 然后李克强是广西 栗战书是江西 汪洋是四川 这个王沪宁是河北 赵乐际是黑龙江 韩正是陕西 习近平在内蒙,内蒙肯定是分配的 通常会比较重视内蒙 为什么会重视内蒙?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少数民族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 离北京很近 所以内蒙 对中国来说,对中共来说,他们非常重视内蒙 内蒙的工作 内蒙不能出问题 基本上就是这么认为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昨天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李克强其实是6号上午 政局其他的常委,包括习近平都是5号下午 去代表团 参加各个分组讨论 李克强是6号上午去的广西,因为李克强上午做的是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休息一下,第二天去,这个合理 但是你可以看啊,在人民网也好,在这个 新华网也好 没有 没有李克强参加分出讨论的新闻 我是在这个 中国政府网 就是国务院的网站上看到 李克强 李克强参加广西,我以为他没去 没去是不应该的,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他是去了 他就去了 后来一看,原来是这样 就是 习近平他他他他,四条新闻,在 主 新闻的 主要的 头条区有习近平四条新闻 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是一条,包括李克强,李克强其实有一条 讲的是做政府工作报告 然后其他人参加讨论 所以呢就把李克强 参加分组讨论的新闻拿掉 保证 习近平有四条 每个常委,其他常委每人一条 确保 习近平处于高光状态 这说明什么 就是宣传口径,宣传口径还是把习近平放到 这个 最高的位置,其他人 保持一个比较没那么高调的状态 可见习近平的地位是再往回走 再往回走 那么3月5号一个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另外一个就是公布 十四五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远景目标可以忽略它,因为没有意义 基本上没有意义 那么这个文件公布,文件公布出来呢 我们就来分析解读一下 那么上来当然是先讲 他第1个,第1部分先讲的是 发展环境 指导思想 原则 遵循的原则和战略导向 那么发展环境 这个习近平讲的一遍,一万遍,这个发展环境很简单 就是 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 然后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和挑战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同一口径 你可以在中国现在的所有的文件当中 他的陈述都是这样 这是第1个,第2个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这就是指导思想 其他的都不重要 把它忽略着 他会弄得很长,但是其实没有意义 其实来去来回就这几句话 原则 原则就一个 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这都是政治表态 然后战略导向 战略导向呢其实是蛮重要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 其实战略导向就是一句话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其他就没有了 但是你看一下 他的高质量发展其实有两个含义 第1个含义就是增长速度放慢 第2个 就是 从这个重要性来说 只有一句话是重要 就是 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加强需求策管理 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这个有一点,这个有一点什么呢 这是有一点这个内循环的 味道 但是他没有提内循环 没提内循环 所以基本上战略导向 战略导向是什么,战略导向就是高质量 高质量就是含义是什么,含义就是一个是增长速度下降 第2个 强化内需市场 就是战略导向 主要目标,主要目标基本上没有意义 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很笼统的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新提高,这都没有意义 那么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呢,我还是那个方法 我提供一个方法论 这个方法论就是,当你要去看一个 看一个新的 东西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比较 就是 当你要分析十四五规划的时候 你就把十三五拿出来 拿出来比较,你就能够 发现一些你可以 理解和分析的东西 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要讲十四五 那我们就看一下十三五 那么跟十四五跟十三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变化 变化是关键 我们在分析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变化,变化在哪里 那么先说这个 十三五,十三五呢,总共是20篇 就是20个部分 那么十四五呢,是19个部分 篇幅差不多 那么 这个穿鞋戴帽都一样 十三五呢,是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 十四五呢,是发展环境 指导方针 和主要目标 内容是一样的,其实是讲的同一件事情 那么 最后的呢,就是 十三五最后的 最后一篇叫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十四五的最后一篇呢,叫 加强规划 实施保障,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 掐头去尾剩下的中间,中间是主要 那么但是你一看,这两个就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十三五制定的时候 中国经济还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上升期 实际上呢 十三五呢 拐一个头 就说 从十三五,十三五经历了经济增长的上升 然后开始拐头 开始进入一个 低增长的一个这样的阶段 所以你看 十三五在 在制定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经济还处于上升期 所以他整个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持续发展 所以你看啊 十三五 上来是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讲的都是 持续发展的概念 所以他上来第2篇讲什么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构建发展新体制 推进农业现代化 优化 现代产业体系 都是一个持续往前走的这种态势 但是当然他走的一半 经济开始拐头了 他制定这个规划的时候 是没有想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整个的 篇幅当中,部分当中都是推进 推进新型城镇化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 他是一个持续往上走的这种态势 但是 其实你最后 你现在翻过头来看 十三五规划 他实现了没有呢 十三五规划实际上你一条一条的捋下来 其实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没有意义的 加强创新社会治理 也没有意义 但是这里面有变化 这里面是有变化 就是社会治理是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天眼出来了吧 天眼就是这个 大数据的这个监控系统出来了 健康码出来了 那么社区的这个网格化管理 更厉害了,现在大数据 等等这些都出来,这是有影响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没有意义 那只是更收紧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有没有意义,也没有太大意义,没有变化 等等,他有一系列,你看比如说 第12篇 深化内地和港澳 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这个讲法就不一样了 他是要 深化合作 合作发展 你到了十四五就不一样了 十四五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你看一下 十四五到哪儿去了 十四五到哪儿去了 坚持一国两制 推进祖国统一 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说法 另外说法 你看原来是加强他们合作 现在就是坚持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为什么坚持一国两制,因为大家都说 中共放弃了一国两制,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他就说坚持一国两制 然后促进祖国统一 不一样了 调子不同了 那么 所以这里面有 你看他还有一个叫 像这个 第六篇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那 这都不一样,这都是 沿着现有的 沿着现有的这个 发展的方向和力度往前走的态势 十三五 但到了十四五就不同 十四五你看第1条就不一样 第1条 讲三个 第1个 发展环境 开始研究环境 为什么研究环境 研究环境是 因为环境变化 环境变化,为什么环境变化,两个原因,第1个原因 你自己发展 发展状态变化 就是你原来是 增量型的经济体 现在变成了存量型的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 当你一放缓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当然其中还包括什么 中美关系的交恶 对吗 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的交恶 所以环境就不一样了 跟之前讲的,沿着这个路往前走 这就不同了 这是第1个,第2个,你可以看 他这里有一个 你看去年 十三文 第2篇讲的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到了十四五就变成什么 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 然后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 为什么 局面不一样 原来是持续的往前走 现在有新的形式 这个新的形式是什么 新的形式是跟原来不一样 这是 然后你就看一下啊,你看 很多的说法他重新 重新去规划,重新去规划的条件 原因是 市场条件不一样 环境条件不一样 然后他自身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他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 比较十三五和十四五,总体来看 你可以看出 三样东西的不同 第1样东西 就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 增长的态势 态势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第1个 就是 原来是一直往前走,现在是从头下来 这是态势不同 第2,环境不同 环境不同 态势不同造成的是环境,这两个互为英国 第3个 策略也不一样 就是因为 本身的态势的变化 加上环境的变化 最后 他采取的态势,采取的整体的战略也不同 当然这里面有一点 我就等一下,我会梳理一条一条的给大家梳理 从这个整体来说,我们之前 之前讲 其实 放风出来讲的各种东西其实都没有,没有放到这里面去 比如说 内循环 内循环就没放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大体上,我就跟大家过一遍 就是 十四五规划的 19个,我们刨掉前面,刨掉后面 我们把中间的这个17个都过一遍 第2个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发展科技 你讲到这个这一头 其实他把这个科技发展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中国进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中国是 人均GDP已经是1万美元 1万美元,实际上他就已经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么中国要走出来,靠的是什么 一定是 技术 科技 所以他把这个放到第1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再翻过头来看美国 美国要发展什么 美国必须保持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和主导地位 如果美国不把这个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的话 那他就有危险 美国就会有危险 你看中国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 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 这个话说的原因很简单 其实 过去10年时间 中国经济的实体经济是被弱化 弱化的原因有三个 第1个 虚拟经济开始发展,其实过去10年 虚拟经济发展得很快 这是第1个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冲击 这是第1个 第2个 资本在往房地产跑 资本是在往房地产跑 房地产往虚拟经济跑 这是第2个 资金 资金跟资源都在往房地产 房地产其实是在 劫持了整个经济 这是第2个 第3个 实体经济 反映出来的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削弱 包括整体的运营成本在上升 包括资金在往其他顶鱼跑 包括本身中国的实体经济 他受到的各种冲击都很大 其中核心的是什么? 疫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的实体经济 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这个领域是有问题 所以他这里面才提出来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是有一定的针对性 这个话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包括人民币汇率的 高 就是强势 包括原材料的涨价 包括国企 国企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越来越主导的这种地位 都在削弱 中国经济的 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这是 一个 然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是中国的短板 就是国内需求 中国经济,以前我们讲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是三匹马 一匹马是什么?出口 一匹马是投资,投资讲的是什么? 投资通常讲的是基建投资 基建投资是铁工机 铁路公路机场 叫铁路机,或者是机场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修桥补路 建机场,建基础设施 铁工机 投资,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 第三个是什么?内部需求 但是在中国这三块当中 最短的一板就是内部需求 出口还好 其实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出口还好 投资呢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政府 那么过去10年 跌得最厉害的投资是什么? 就是私营部门的投资 就是私营企业的投资跌得最厉害 外资企业跌得也很厉害 那么 稳定增长 维持大局的是两个 第1个,政府的基建投资 还有一个投资是什么?房地产 但是 这两个投资呢,其实房地产是 是反映了现在的中国的结构 但是基建投资反映了政府的 脱底 那 最 表现最 不尽人意的是什么?就是需求 需求跟什么有关系?中国你看 一看 银行存款不少啊 银行存款挺多的呀 然后你一看 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资产规模 也挺多的呀,你看那个上海,上海的这个人均资产700万 资产700万,人均资产700万 家庭 家庭资产700万 可是你打开这个资产结构一看,700万有600万是房地产 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那么就600万的资产当中 其中可能500万,甚至是500多万 是借贷,银行的借贷 所以大体上中国的这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 一方面 房地产 挤占了大部分的收入 就是 每月收下来,60%拿去干什么 拿去交房贷 然后这头呢,小孩子上学 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中间的生活成本又上升 养个车养个房,然后剩下没多少钱 你剩下消费怎么消费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三座大山 房子 医疗教育 把这个老百姓口袋钱全部翻出来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银行充款是不少 但是他集中在一个非常少的人群当中 大部分的人没什么钱 账上没什么钱 所以你可以看,而集中在少数人当中 他有了钱,他不会消费,因为他已经有了 他该有的全有了 他也不会使劲消费,因为你就吃三顿饭,你还能吃四顿饭,五顿饭 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 目前中国最难解决的其实是 国内市场的一块 国内市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国企 国企的垄断对国内市场是有非常大的制约 为什么 国企垄断,你再看 所有的原材料行业全是国企 全是大国企 石化 钢铁 铜 这全都是国企 国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两个问题 第1个效率很低 第2个 市场反应慢 当然他垄断的话,他就获取垄断利润 所以在对中国来说 中国的竞争力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国企 然后加快素质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这个其实讲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其实讲的更多的是 不是发展 互联网行业 发展它的数字前景 这个数字前景比较虚 因为 数字是一个什么呢,数字是一个 基础概念 它是个基础概念,它并不和产业有必然的关系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5G 中国现在 希望中国很早 就开始规划5G 其实在中国在3G、4G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规划5G 中国希望在5G领域 弯道超车 核心的是谁,核心就是华为 华为在这个领域的确是动手很早 因为 因为你从2G到3G,3G到4G,4G到5G,其实它是有节奏 它的需求是不断的在往上提升的 它提升是需要一个过程,市场是需要形成 如果你提前把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把这个产业推到这个领域当中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赔钱 因为 很多产业,其实 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比如说 手机 苹果手机,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 苹果手机是苹果12,12手机现在在卖 但是要大家明白 苹果其实可能苹果15已经在他们的保险箱里面 它已经有了 但是它为什么不出 为什么 从11到12,从12到13 一个个来出 这跟什么有关系,跟市场需求是有关系的 市场到了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推出,你才能够挣着钱 你没有到这个阶段 你这个时候推出 你就是赔钱 赔到什么时候呢 赔到市场成熟为止 那个时候你能挣钱 华为呢 就趁着大家还没有上 我就先上 就指望什么呢 指望在大家还没有开始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 你推出市场 不行 肯定会赔钱 就是 等你们还没有 觉得 条件不成熟的我先上 弯道超车就这个想法 弯道超车有没有效果有效果 所以一开始 这个华为拿了很多海外的订单 国内也开始就上 我先做个示范 你看看你们5G还没上吧,我们已经上了 但是5G的条件没有成熟,为什么 物联网没上来 5G不是让我们每个个人用户 拿来上网 不是 他是让冰箱连接 微波炉,微波炉连接洗衣机 他是物联网 是在应用场景是 你比如说应用场景是在码头 码头 这个每个集装箱 和 这个拉集装箱的货车 和 拉集装箱的这个货轮 之间的关系 他让他能够自动 每个集装箱都在线 上互联网 然后通过互联网来控制 这就是物联网的关系应用 这个条件成熟了没有,这个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 你5G一出来 拿来上网,那不做死亡 那么贵 这不是用在这个场景当中 不是拿大家手机上网 的场景 如果拿手机上网4G足够 不用5G 5G是拿来干这个 这个产业没有上来之前 你就是赔钱 赔死你 死尽赔 赔到破产为止 所以实际上现在你看 华为的场景是什么 现在华为的场景就是赔钱 然后中国的电讯公司也在赔钱 弯道超车 你小心翻车 他现在讲的这个数字化发展 数字中国其实讲的是 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这个基础 进的东西 需要什么 需要产业配合 产业不配合 就是赔钱 现在就是5G,中国的5G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苦哈哈的弯道超车小型翻车 这是一个 第2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念秩序了,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这是不是 没有意义,因为为什么 习近平在 在过去10年 都在 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强化 强化国有经济,强化国有企业 强化国有经济,强化国有企业,其实这件事情 是什么 这是个反改革掉头往回跑的事情 所以他说什么深化改革,没有深化改革 是改回去 所以这个是不是 没有意义 然后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全面振兴乡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有没有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当然没有 中国从 中国从城市改革 城市改革应该从80年代后期 进入 城市改革之后 农村就被作为什么 作为牺牲的对象 从80年代末 进入90年代,城市改革开始 农村就是被牺牲掉 所以农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实行过 农村或者农业 优先发展不存在 所以这是胡扯 这个没有意义 完善新型城镇化 战略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后面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中国现在城镇化已经达到了70% 中国的城镇化代价巨大 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中国农村的 没落 或者农业文明的衰败 代价巨大,因为广大的农村 中国有广大的农村 而广大的农村处于一个衰败的现象 是因为城镇化 那么城镇化当你发展到70%的城镇化的时候,其实城镇化的这个 需求已经大大的下降 这就是大家小心房价的原因 因为你 过去二三十年的城镇化 其实是提前消耗了什么呢 消耗了房地产的需求 那么 城镇化发展的今天其实是 他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的小 但是他不敢拿掉它 作为发展战略,不敢拿掉,如果他拿掉的话可能房价就 就掉下来 所以 他就提,要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道理就是这个 主要的做法是什么 提升质量,其实讲到底 就是户口问题 其实现在各个城市开始竞争人口 那么就是户籍制度的改变 这就是 基本上是这个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喜欢玩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个概念 长三角,珠三角,西南三角,那个三角 搞区域经济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 其实是行政经济 为什么叫行政经济 我们举个例子 房地产 房地产你的城乡结合部或者是 在这条马路以内 是城市 马路以外 就是农村 农村跟城市 一界之隔 这一界之隔 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在哪里 天壤之别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户籍 一个是城市户口 一个是农村户口 户籍制度,户籍制度 后面带着他们算过 有43个福利 差别 就是城市里面有43个福利,农村完全没有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有户口 有资源 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 农村没有 第3个 地位 就是 差别非常的大 为什么中国房价,你看美国的房地产 欧洲的房地产 大概的情况是什么 中心城市开始涨价 房价涨 房价涨呢开始呢 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中心城市周边就开始涨 就开始盖房子 盖房子,房价开始涨 涨了以后它就开始继续 继续蔓延 向周边蔓延 蔓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中心房价就开始往下降 往下降,因为人口开始流出,溢出 这就是经济现象,叫溢出 溢出,不断的溢出 溢出的效果是什么呢,溢出的效果是把 中心房价开始往下走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你倒那个汤 汤就慢慢的往外溢 不断的会往外溢 所以你看那个湾曲 湾曲是很典型的现象 就是由旧金山向那,向Sé José蔓延 Sé José就开始往外蔓延 蔓延到整个湾区 东湾西湾南湾全越来越大 就是摊大饼 为什么会摊大饼 摊大饼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城市跟农村之间没有区别,它的公共服务是一样的 所以他能够摊大饼 一直摊出去 中国不行 为什么中国城市的房价 会慢慢的涨到天上去 然后边上的房价掉下来,原因是什么 因为城市跟农村 有 一堵高墙 这种高墙维持 把所有的资金围在墙内 不流出去 不流出去你这个房价就不能够 因为 扩展 而 放缓,就是这个道理 就没有办法形成外延 没有办法形成外延 其实 中国经济就叫什么 叫行政经济 我跟你的关系 我是这个行政单位,你是另外一个行政单位,我们两个之间是没有关联 那么我们要形成关联 靠什么 靠行政部门之间的 疏通 如果没有疏通就没有关联 那么 唯一可以产生关联的是什么 产业链 你比如说珠三角 广州有很多 很多这个商贸市场,集贸市场,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的这个货源从哪里来 珠三角隔工厂 珠三角隔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 拿到广州 广州的批发市场去批发 这就叫什么 就叫产业关联 当他产业关联到一定的密度的时候,各种产业互相交叉的时候 他的一体化就发生 不需要行政 干预,他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 珠三角经济区 他是怎么形成的 不是说 领导划个圈,这是个经济区,他就形成 他是因为产业之间的关联,他就产生了 那么你比如说珠三角会有个这样的关系 你比如说长山脚上海 跟江苏跟浙江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 广州和这个佛山和这些地区 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你句话 说这个经济 北京、天津、河北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没有 为什么 他们经济不发达 北京跟天津之间的产业链之间没有产业链的关联 你说在北京 东西在天津做,运到北京去卖 天津说我为什么运动你呢,我自己建个市场不行吗 他就没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没有 特长的这种产业关联 所以 一直在讲经济 什么经济区 区出来了吗?没区 所以习近平 上任之后他这届政府很喜欢画 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重庆跟成都,这个画一个区 晶晶记画一个区,到处画圈 圈出效果没有效果 你要有效果靠的是什么 靠产业链,你连在一起 省钱了 这就是效果 你放在一起没省钱 没有效果 没有人干 所以这个 所谓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就是不是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胡扯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文化 共产党是文化的敌人 所以 所谓的先进文化是什么 所谓的先进文化就是洗脑 这就没有意义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这就是要搞环保 就搞环保 环保这一届是要大搞一下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这一届现在是要做这个动作,这动作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 中国跟西方关系搞坏 所以要把西方的这些资金拉进来 还有一个 就是 中国现在人民币汇率有压力 还是要让资金流入 就这两个 所谓的开放不开放 开放其实讲的是什么 就是开放资本 而不是开放产业 中国没有打算开放产业 主要的开放是资本,资本市场的开放 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胡扯 基本上是胡扯 你看整个十四五规划他的着眼点是什么 着眼点是两个 一个国家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目标 第2个是什么 第2个是各个 各个环节的发展目标 唯独没有的是什么 人的发展目标 没有 因为他全部人是什么 人是作为他的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工具 你说他这里面,你看他这讲,念给大家听 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 优化人口结构 拓展人口质量红利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就是 空话 增进国民福祉提升公共 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这也是枯致 你想一下 多少个中国的家庭 只要有一个人生病,这个家庭就面临破产 这就是他的公共服务 所以很烂 在这个领域 吹这种牛其实是很 很无耻 统筹发展和安全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就是 就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棒子 就是 不听 就棒子 就是这个东西,所谓的安全是什么 安全是相对于 中共来说 讲的是中共的安全,不是老百姓的安全 不是民众的安全 是 中共的安全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复国和强军相统一 他已经把自己 我们已经是复国了 就先把自己承认一下 这里面有一句话,大家注意 加强海洋 太空 网络 空间 生物 新能源 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 等军民统筹发展 他在这个领域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健全 党和国家监督体制 这是胡扯 没有意义 然后是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当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中国已经 中国已经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也摧毁了一国两制 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就是反着的 加强规划 实施保障 这就 结束了 十四五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其实反映了我刚才讲的三个东西 三样 第1个 环境的变化 第2个 态势,经济社会的态势 第3个 他的战略也做相应的调整 但是相应的调整有些有意义,有些没有意义,也就是花架子 总的来说大概是这样 核心的问题 其实他没有拿出 这个十四五的这个方案 他没有拿出非常清晰的战略方向 第1个,没有清晰的战略方向 就是你到底想干嘛 他每样东西都讲 你对照十三五,你可以看出来 他每样东西都讲 每样东西都强调 但是 其实 怎么应对他新的处境 他没有讲 所谓的 我要强化这个 国内市场 刺激内需 你有什么办法吗 如果你不能够提高国民的收入,你是没办法刺激内需的 大家口袋里有钱才能花钱 你要改变什么 你要改变这个贫富不均的局面 你不能够把所有的钱只给上面最顶上的 那就涉及到什么 这涉及到 这是一讲制度化的改变 他没有制度化的改变 没有制度化的改变 你怎么可能 应对来自新的挑战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你看把整个的十四五读完之后 他就缺乏 第1个缺乏方向性 第2个缺乏有针对性的策略 就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不存在 这个就是一个官样文章 当然中间有些新东西 但是新东西不足以构成新的方向 和解决问题的新的策略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解释一下,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尝试,昨天下午 就是把我们在我们做这个 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直接发到这个 Clubhouse的房间里面去 那么让房间里面的网友也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有些网友不习惯 有些网友觉得挺新奇挺好 我会不断的尝试,尝试我们一些 不同的这种模式 当然我们把这个节目发到我们的Clubhouse的房间里面去 那么房间里面的网友会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 当然他们讲的话 他们的表达方式 他们的角度和观点和我不同 和我不同的肯定就会带来不同的观点 这是个好事 就是我们要多听不同的观点,不同的 意见 扩展我们的视野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个 启发 那我也是希望大家理解就是 我们要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与时俱进 我都要与时俱进 我们各位网友也要与时俱进 我们才能够跟进时代的步伐 之所以我会不断的尝试 请大家 请大家也一起来 用开放的心态 面对我们的这种新的尝试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讲的有点长啊,鸣谢,谢谢 观点 看两会报纸,都看不懂里面的门道,电视报纸都没人抛析 长篇大论的演讲稿,从来都不关心人大政协这些大事 现在听王老师的讲解,觉得具体有趣多了 谢谢你的肯定,今天我们的十四五实际上是 太长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太长了 我本来想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又不太好弄 观点,同意王先生对5G的观点,我是做通讯的 5G的其中一个弊端就是功耗 我记得去年 某核线因为5G功耗太高,只好半夜关停设备 而且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是限时5G,现在电池技术和高通讯 所带来的发热都没有革新 随意上5G真是脑子有坑 5G现在是关 就是 就是到了晚上就关掉,因为5G的基站很耗电 它的发射的范围小 5G的发射的范围,因为波长比较长,因为你需要波长 它才能够承载更多的这个信息,理论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的覆盖范围小 覆盖范围小你就要见更多的基站 而你波长比较长呢,你的这个功耗就比较大 功耗又大 覆盖范围又小 那你不就赔钱了 连电费都付不起,你收到的5G的那个 上网费,连电费都付不起 所以5G基站 就是到晚上就关掉 天亮才打开 这不很搞笑吗 情况,数字基础在工业领域对企业内部起到提自争效 对企业外部提升协同效率 国内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太低,需要数字化协 协助提升 上下游的数字协同会提升协作效率 加大工业品的线上交易 5G可能成为重工业企业内部 提自争效的一个手段,应该是这么个失落 结果不知会怎么样 理论上都是这样,没错 但是他还没有产生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有一家公司出来 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跑到一家公司说,那我这里有个 你提的这个叫提自争效的一个方案 能帮你省 一年省2000万 我这个方案值多少钱呢 值两个亿 一年省2000万,10年回本 你来实施吧 这个企业一看,我10年回本太久了 不行 我不要 这就没有 他另外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买了 所以需要什么 需要做方案 需要有人来做 需要把这种做到这个企业当中去,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过程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当 无数的企业都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5G 就开始挣钱了 那你讲什么时候挣钱 你还折旧 情况,5G其实分两大频道,最宽的频道是用毫米 波段要10倍多的站台 站台,在美国三家公司说是已经有5G,但其实还是用低频 而且每家公司用的低频都不同 最好的是Verizon 第2是AT&T 我在用T-Mobile的5G 看直播有时还卡住 5G不是拿来给大家上网的 是顺便给大家上个网 那是用来物联网 情况,我是做进口医疗设备 公立医院采购进口医疗设备 设置层层阻碍 卫健委省批 财政局省批 买进口的需要一年流程 要是买国产一个月就行,关键是国产根本不是医生想用 性能质量 服务更差 当然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中国的医疗器械 这些年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所以为什么国外的医疗设备 医疗器械 这个所向披免 你就算你要搞一年,别人都买这一年,搞一年来买 情况,我是一个外科医生,用手术时的器械 就看着结构非常简单的镊子,剪刀这类物品 国产的都难当 难当大任,只能用美国,德国这些进口 最近半年我们用的进口医疗耗材 进来的非常慢 以前订货只需要几天就到货,现在经常拖半个月 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非常影响医疗过程 这是什么 这就是 不以人为本 就是为了挣钱,把病人的这个安危 放到后面 提问,感谢王老师对十四五规划的解读,请问老师怎么看 中国放宽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 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你说的这个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是分两个领域 第1个领域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现在基本上全放开 就是你进来吧 到我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就是两个市场 一个叫股市 一个叫债市 债市通常外资不会去 地方债 企业债市场 只去国债市场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就是股市 所以 QFI都是讲的是这个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全开放 吸引资金来我们的资本市场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就是生意 金融领域 金融领域讲的是行业 证券业 银行业 正确银行业开放,其实中国早就承诺 但是中国就一直没有开放 那么 中国把这个开放的市场作为 引诱华尔街的一个耳 华尔街就咬钩,所以你看 进来的都是华尔街 最大的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都是这些,摩根斯丹利啊这些 这些机构 就用这个跟他们做交易 引诱华尔街在政治上 帮他讲话 就是这件事情 观点 这十四五规划还不如员工的年终总结 好吧 观点,当政府都在拖欠借款的时候 更不要说扩大内需了 观点,王先生对两会的组织结构文件出处 人员调配政策解读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我以前看两会都流于表面 特别对数据没有深入的理解和背后的含义 谢谢你的肯定 我们还是要,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了解中国 了解中共 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要沉下心来 仔仔细细的把他的 事情 搞明白,搞清楚 来龙去脉,逻辑关系 背后意图,表面文章都要搞清楚才行 我不能喊口号,我还是觉得 喊口号没有用,因为喊口号技术含量太低了,谁都可以喊 喊不痛 他最怕什么 他最怕你告诉 你告诉大家,他真是在干这个 大家就真害怕 提问,李克强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要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 李克强是向习近平屈服了吗 这是统一口径 什么叫统一口径 屈服当然屈服啊,他是总书记 他政局常委,你真不屈服 服不服是一回事,反不反是另外一回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穿鞋戴帽 政治局有决议,我们就用这个帽子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戴一个这个帽子 至于说李克强跟习近平中间有没有权力斗争 那是桌子底下的事情 桌子上面的东西当然要按照 按照他们既定的规矩来办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理解 提问,为什么外资公司进入中国 开市场几乎都需要在中国设厂 是增加中国国民的就业机会,我不知道开市场是什么 你想问什么 需要在中国设厂是什么意思 你再问一下好吗 观点,台湾人个性随和 太随和就不会注重别人怎么看 所以时尚产业死掉 工业性格又比较重 博弈产业很难得到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与宗教的 浸润之下,导致的后果是妥协 省时夺势 所以 相较于欧美的那种绝对法治 台湾的法治观念难以树立 通常多了人质色彩 OK 情况,越来越多墙内的朋友都在看王老师的节目了 王老师的节目客观评价 分析开启了这些朋友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 希望王老师的节目以后越来越多订阅,去照亮更多的中国人 照亮不敢当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这里讲两点 第一点 我有 我有我的局限,我有我的 能力的边界 但我尽量去做 尽量的去把我自己 认定的工作做好 这是我的intention 这是第一,第二 我的工作,我的持续的往前走,我需要各位的支持 我走到今天,我们节目快两年时间了,走到今天不容易 各位网友给我的支持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 如果大家没那么支持我 我是不会做这么久 所以我也很意外,我做到现在一看一不小心快两年时间 那么我现在开始 我每天会整理一篇 因为现在已经,我们已经有一千多期节目了 一千多期节目做下来 我开始整理 整理我们之前的节目,把它变成文字,这是一个 这我印象中有个网友提出的建议 让我非常的 感谢,我现在每天会整理一篇 那有的时候忙起来可能就没办法 但是我会持续做下去的工作 把我们过去的工作变成文字 最后可能会变成一本书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先把这个工作做起来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出来Clubhouse,明天会出来别的 包括我们叫 Odysia Odysia Odysia也出来 等等,很多都在变化,我会不断的去 新东西出来我都会去尝试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 我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这个平台 不是我个人的 这个平台,我们这个频道不是我个人 是我们 我和大家共同拥有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我尽量做 我能做的努力 我也希望 广大的网友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来 构建一个,我希望要做到的就是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这个精神家园当中,大家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也有所得,而不仅仅是 痛快一下,过瘾一把 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长久的发展 长久的走下去,追求一个 精神层面的这种愉悦 好吧 情况,我就是做5G节能设备 晚上定时 关断或者远程关断5G AAU目前最富的广东和江苏 都在大规模上 就是电费不够 情况,不管打游戏还是办公还是看电影 任何网上冲浪的事情,4G 网速都已经完全足够 4G甚至有时候比WiFi都快,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去换5G 技术物联网 顺便给大家上网 提问,为什么类似美国的案例,比如新 美乐加这类直销公司要在中国做消费者的销售 政府规定这些外资设厂在中国 原因仅仅是想增加 中国国民的就业机会吗 不全是在中国吧,有一部分是在中国 在中国有产业链上的 产业链上的这种 利益 就是你要知道 如果他大量的销售在中国的话 那当然他在中国设厂 能挣更多的钱 所以 如果他 在中国设厂 不能挣更多的钱 他就不会在中国设厂 你逼他也没有用 他只是做贸易而已 为什么特斯拉把厂子 带到中国去 因为就禁销售,这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产业链关系 至于说是不是会增加就业,当然 中国政府一定会推动他 你想办法在这设厂吧 设厂对你有好处 因为对他有好处,增加就业 核心的是,除了增加就业还有税收 这是 很简单的逻辑 很简单的 经济学上的逻辑 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